大家好,記得月頭joinpatreon吃光整個月最好 另外我會盡快跟大家交代8月份專屬直播做哪兩場賽事 那都是做英超大戰吧 大家好,最近我發現了一件新事 如果有聽開何鷹的朋友 都應該會知道我預測比賽的方法是利用比賽品種的假設 再在上高用沙盤推演去預測比賽的過程 如果我所說的比賽品種預測是正確的話 最終我的預測就會比較大機會準確 甚至是試過準確到哪一隊入球先、哪一隊入球後 甚至是什麼時候入球 哪一隊入球都會預測到 所以我是用傾向科學的方法來預測比賽 但是最近讓我找到一件新的東西 我留意到一個網站叫做365tips.com 他們是在做類似我所做的科學化預測 不過他們有更大的投資 所以他們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的方法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往績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最新情報 各種不同的因素 他們都會考慮整合再去進行預測 我看這個網站的預測歷史其實都很不錯 大家可以像我這樣去Best Tips 看一看 即是想想想說不定遲些 我真的可以跟AI人工智能去比拼一下預測能力 大家就真的要去下面的Info Box 連結那裡 按進去看看人同電腦的比賽 除此之外 這個網站一樣都會有些詳盡的數據 即時的現場比數都蠻好用的 大家可以不妨上去看看 其實巴塞就真的沒有什麼轉會消息 但是今年粒粒亂 我怎麼都要跟大家跟進 現在看起來就可能有轉機 希望是這樣 究竟他們還有多少問題在先 有多少問題是需要解決 有多少的問題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最近巴塞就邀請了德芹 這個就是審計公司進行了初步的債務調查 那就有結果了 發現其實疫情只不過是影響了 以及產生了15%的債務 其餘有85%的債務 都是因為上一手的主席管理不善 以及作出了多個嚴重失誤 所產生出來 所造成出來 包括就是找幾間公司去做同一個項目 每個項目都給錢 去每間公司那裏 結果就是他們每個項目都給其他球會 用多了三至四倍錢 你說他們的債務 為什麼會多過人家三至四倍 搞成這樣絕對不出奇 另外公關公司方面的持有人 也都忠於承認 的確是有幫上一任的主席巴杜姆 去抹黑巴塞球員 目的就是 抬高主席的地位 有助他這個連任 你說這債人多瘋 現在留一個爛灘子 下來今屆的主席拿破迪 那裏拿破迪 看到事態沒有改善過 其實一度是越來越緊張的 問題就非常之多 那本來呢 就不像可以解決到的 那本來他們呢 是需要盡快解決三個問題 必須要三個問題都解決到 才可以達成到美斯註冊巴塞的目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巴塞必須要出售巴夫位置 而且呢 最少要獲得一千五百萬英鎊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解決的問題呢 就是比真力和烏迪迪必須走 不走都要大幅度減人工 那第三個呢 就是巴塞四個隊長 必須要減人工四成 那碧姬呢 同意了 普斯基斯和羅拔圖都說可以聊一下 但是佐迪艾巴呢 就非常之不合作 曾經呢 還逼到這個巴塞董事局 想採取這個法律行動 那其實美斯和基西文已經同意降身 那所以佐迪艾巴一個不肯降 不一起呢 共渡時間呢 都幾大影響的 他感染到呢 就是比真力和烏迪迪都不肯減身 那雖然呢 我也必須要承認回呢 就是 這個問題 是巴塞前主席搞出來 球員都是非常無辜 但是如果一兩個球員不肯減 要攬炒的話呢 一拍兩散的 例如呢 他又要搞到一些年輕人被迫解藥了 費南迪斯美就是這樣 這個年輕人呢 在巴塞完全接近沒有機會的 比賽的機會底下呢 就驚意被人炒友 那他都說的 和老婆無緣無故收到信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被人炒了都不知道為什麼 非常可憐 而最大件的攬炒呢 當然就是連美斯都註冊不了 那只有呢 曾經傳出巴塞呢 就是最後一條招了 最後一條招了 最後一條招了 沒有招了 其實之後都 那就是說 希望每一季呢 每個球員 都是收著六成人工先 那跟著呢 另外那四成人工呢 就是留下 餘下下來的合約年期 攤分還回給他 那就是說呢 說起來好像沒有減人工一樣 但是拖場來還回給大家 那聽起來好像很有招 解決當前問題 但是我真的想問 喂 你這個問題可以拖多久 因為你每一年都是給六成的嘛 跟著你每一年的明年 都有四成要再攤分比的嘛 那就是你每一年都有個明年的嘛 那你每一個明年都要給四成 那你每一個後年都要給四成 那其實到頭來 是不是沒有什麼分別啊 差不多而已 那所以這條招呢 其實呢 就不是很可以的 那總而言之啦 巴塞一直到今天之前 今天之前呢 沒有辦法的 沒有辦法的 總而言之呢 他們都是合乎不到 就是西甲聯盟最新頒定的這個 就是薪酬上限的 那也就是說呢 其實美斯呢 一直這樣下去的話 是續約不到的 註冊不到西甲的也都 那 Deadline呢 是八月底的嘛 那如果Deadline都符合不到 那個薪酬上限的話呢 哦 美斯呢 是很可能真的 沒有的 註冊不到的 那怎麼辦呢 等到明年 最壞打算就是明年一月 再試一下註冊 看看到時的財政如何 都是看看而已 可能都不行 那怎麼辦呢 那美斯是不是無限期放假 如果你這樣搞下去 西甲最少有三個月沒有美斯看的 那就吸引力大減啦 所以呢 曾經連這個死敵王馬 都說同情和支持西甲網開一面 給美斯註冊啦 給他例外啦 那我看球 看了這麼多年 真是 想都沒想過 見都沒見過 第一次見的 王馬 竟然是希望幫助死敵的巴塞 去簽回世界上最好球的那個人 你說多瘋狂 整件事很明顯就是反映了 你西甲這個規則是太過愚蠢了 你設立薪酬上限 你大大削弱了西甲強隊的實力 拖垮了歐洲賽的成績 而其實呢 就算真的要降薪 或者叫做 搞個薪酬上限都好 喂 你都不好一刀切 由4億 立即打落去3億啊 大哥 喂 你 每年降一千萬 千五萬 二千萬都好 你都比這樣一刀切 你等球隊啊 每年慢慢降下來 慢慢適應 有個緩衝期 你現在沒有緩衝期 一來就降一億呢 巴塞現在就反應不到 一反應不到呢 對球呢 可以散的 或者呢 幾個球員都續不到藥 你遲些見到那隊巴塞 面目全非都可以 立立聯 連這個皇馬呢 都看不過眼 要出聲 幫這個死敵 是吧 但是呢 西甲官方那些事情呢 一旦決定了 那當然就是死要面 就回不了頭了 那整件事呢 就曾經是皇馬都出手幫都好 這個西甲都說不能夠 這個網口裡面不可以提供案例 不可以提供豁免的 這個就是例外的 不可以讓其他球隊入口 利用美斯這個豁免的案例 那正常的 但是呢 你再這樣搞下去 一起就攬炒的了 沒有的了 那沒有美斯呢 就少了很多人看西甲 死要面下不了台 那但是 攬炒一起死的話呢 那怎麼辦呢 其實西甲我相信他們呢 都是頭痕的了 都不知道怎樣的了 唉 那現在唯有呢 就是要靠第三者做和事佬了 什麼叫第三者做和事佬呢 那這次見到西甲呢 真是算幸運了 自己愚蠢了 都有人幫回他呢 就是 下台 解決問題 就是突然之間有個白武市 叫做CVC公司 這間公司呢 就專門搞這個資本合營的 那他們呢 就 確定了 官方宣佈了 向西甲注資27億歐元 哦 那為什麼呢 我會叫這間公司 CVC做白武市呢 原因就是你看到呢 哇 這間公司都幾偉大的 啊 就是他們的行為呢 純粹去救市的 純粹呢 就是幫西甲的 那他們注資27億呢 就正是拿西甲的10%這個股份 那年尾呢 有利息呢 或者有賺呢 才有息收 有這個錢分的 那途中呢 西甲就絕對不需要 向他們支付任何的報酬 而且呢 西甲呢 都沒有向他們出售過任何的東西 包括呢 電視的直播權都沒有賣到的 所有的管理權呢 去回西甲那裡 CVC公司呢 完全沒有權過問的 那但是CVC公司呢 就怎麼都是放27億下來的了 喂 真是純粹白武市救市了 是不是 那而這個西甲的球隊呢 都可以瓜分這27億的九成 那當中呢 黃馬就分到2.6億 巴塞呢 分到最多了 2.7億 哦 那真是有轉機了 幫到手了 那這個消息一出之後呢 聽說美斯呢 將會在兩天之內續約了 一天都光了 真是 那起碼呢 這間公司呢 真是 那麼偉大呢 幫回西甲呢 渡過難關 幫西甲拿回 即是落回台 死要面的西甲 那也都呢 可以幫回西甲呢 就是 不要被英超拋得那麼遠 那相信呢 那這件事 白武市出現了之後呢 整件事都會明朗化的了 那問題應該就是得以解決 就不需要那麼頭痕 那不過怎麼說都好呢 巴塞簽回美斯之後 其實還是有很多問題的 那這裡呢 就留待Patreon片尾彩蛋 繼續說下去了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呢 你可以加入Patreon的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呢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呢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那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 and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好啦,多謝大家了 拜拜